今天的题目是 牢靠的皈依处 展修和听闻佛法签 如果你喜欢的话 可以做一些 简单的暖身运动 伸展一下自己的身体 你可以透过做几次深呼吸 来增益身体内在的循环 在读大学的时候 公寓的顶楼有一个三温暖 星空下经常跟着自己的室友 浸泡在热水里面 然后跟他介绍佛法 这样的交流了一阵子 让我的室友 开始对佛法产生了非常大的兴趣 他兴致冲冲地去参加了 他一辈子第一次的禅修的活动 在加州的一个隔音卡的中心 回来之后 十天还没有过 他就回来了 他问他感觉如何 他跟我这样说 像是地狱一样 他从此之后再也 不想跟我谈论禅修方面的问题 因为对他而言 那是一个如此痛苦的经验 他再也不相信 这个禅修他能够带来多大的乐趣 他有多么大的离苦的功能 当然我的意思并不是要 武断地去批评 像隔音卡 隔音卡他们的禅修的方式 但是类似这样的经验呢 他 并不是那么样的稀有的 我接触到的好几位朋友 都有跟我反映 类似的经验 不只是在隔音卡的地方 禅修的经验是如此 普遍的 在禅修中心的经验是如此 有一个朋友跟我提起到 一个见过大风大浪 平时是在大海逃生活的船长 天不怕地不怕的个性 参加完了禅修之后 回来之后 他的感想就是 他一辈子没有 试过那么大的苦头 那么难熬的一个经验 这实在是 另一个旁观者 难以理解 原始经典里面呢 他讲到 禅纳的特质是怎么样子呢 他提到 佛陀他的第一次的禅纳的经验 是他还没有证得终究的解脱 他还在实验的阶段 他在一个 偶然的状况之下 回忆起了他孩童时候的一个经验 那这个孩童时候的经验是他 以立在 一个莲雾树的旁边 在那个沁梁的树印之下 看到 这个农人在 田地里面工作 当他看到那个 鸟 在 寻觅着刚刚被翻出来的蚯蚓 在啄食着他们 他忽然间感到了 这个 生命的围催 感到这个 生物链一环 又一环的 互相的 清扎 互相的吞食 在心里面产生了 出离心 非常由衷的 非常强烈 真切的出离心 然后就在那个时候 他进入了禅纳 然后他的回忆的经验里面呢 那样的那个禅纳是 凉快的 舒适 是让他的观察力变得明锐 让正面 让正知 处在一个 容易被维持的状况 佛经里面处处都提到 禅纳他是 宪法勒助 意思就是说 你不需要等到二十年以后 你不用等到下辈子 你在当前 你有一个 舒适的 医植的一个地方 一个七星之所 留意一下 你禅修的时候 你说 采用注意力的方法 比较像是哪一种注意力 有一种注意力 你必须要用力的盯着 你必须要 你必须要 很刻意的操控他 你必须要确保他 待在一小片的地方或一小点 你必须要 把它变得像是有穿透性的雷射一样 能够去发掘到那个 极为微小 极为迅速 的现象 这样的注意力 其实有读过书 做过研究的人都知道 那是耗神的 那是令人疲劳的 那听起来一点都不像是 宪法勒助 相对于这种使用注意力的方法 如果 我在这个地方提醒你 觉知 当你听到这样的建议 你尝试去觉知 你需要 去哪里吗 也就是说 你需要 刻意的把你的注意力 导向某一个地方 你才能够 感受到觉知吗 你才能够检验 你才能够安住在觉知之中 当我讲说觉知触感 你 一定要很刻意的 把注意力 放在像腹部 像鼻端 你才感觉得到触感吗 这个触感难道不就是经验 它的质地 你当下除了经验之外 还有 什么 你可以说 哪里都不用去 你只需要 在休息的状况当中 觉知着 自然而然呈现出来就是触感 这个触感 你并没有要 强求 它是 某一种 形貌的 模糊 模糊的触感 也是触感 清晰的触感 也是触感 不管是模糊 或清晰 的触感 都可以是 你探索的对象 同样的 在意识的活动里面 我们一般有 远 近 的分别 也就是说 有某一些现象是发生在 附近的 有某一些现象是发生在 遥远的地方 像可能 背景的鸟叫声 背景的 蛙鸣 青蛙的叫声 它如果是声音相对弱的 微小的 模糊的 在判定里面是遥远的 声音是相对 嘹亮的 清楚的 那我们的 判定是 这是 在附近的 不管是 遥远的 或者是附近的触感 遥远的 或者附近的 这些现象 它难道 不就在 当下 这个跟你一点都没有距离的地方 发生着 你哪里都不用去 而且这样的觉知 它并不会因为 有声音 没有声音 不会因为 现象是在活动中 或者现象是在静止 的状态当中 而有 差异 而发生 动摇 如果你能够 明白 所谓的触感 或是所谓的觉知 在这里面是完全没有距离可言的 也就是说它是发生在当下 所以你不需要 所以你不需要耗神的去追逐 不需要 拿着一个摄影机去寻觅 去追逐 你只需要 在自然的觉知当中 修气着 省力的 修气着 不管呈现出来是什么样的状况 都是清清楚楚的 它是一点跟你都没有距离的 这种注意力 它是透过 令心行休息的训练 而体会到的 令心行休息的其中一个意思就是 你不断去检验你的动作 尤其是你修行的技巧 所需要的动作 你所需要耗费的力气 你耗心 费神的程度 随着你不断的调整 你的动作 你的技巧 你让这个动作跟技巧 它越来越 不是压迫感的来源 这些动作 它变成只是一个 自然的在顺修到无为 这样的一个趋向 在禅修里面 这样的体会 它能够帮助你 这个禅修 它变成是轻松的 它变成是自然的 它几乎是全然 不用耗力气 如果你的禅修 是透过你的意志力 因为你的罪恶感的推臂 心里面在想着 如果我不好好的 用功修行 那么我就是一个 糟糕的佛教徒 因为是靠这样的力量 或者是抱着一种 这是我该做的功课 我每天就是 我们讲很粗俗的话 坐一天和尚 敲一天钟 抱着这样的心情敷衍 去按照这个 例行的公式 在做事 你会产生出隐隐约约约在抵抗着修行 的这样的习惯性 所以 修行对你而言 它是一种义务 它不是一个你 清新 不是你谈恋爱的那个对象 不是那个你 皈依的地方 如果你要让你的缠纳 它是变得有力量 它真的是能够帮助你 达到出离这样的效果 出离的意思就是 相对于浴滩 相对于上瘾的状况 你宁可 自然而然要 趋向那种更休息的 更舒坦的状态 你若要让你的缠纳 能够产生出这样的力量来 你必须让它 是一个你乐意于 其心的地方 它对你是有吸引力的 你感觉 你 投入它 那是一个 理所当然的 那是一个更省力的 那是一个 能够帮助你 脱离开 烦躁焦虑 种种的苦魄 那是一个会让你清醒过来 让你的智慧 能够开始起作用 让你的身心能够得到复苏 得到治疗 让你扛在身心的重量 能够开始被你察觉 然后你很乐意地放下来 我们有 好几位朋友 他们 在过去提出来的问题 都是像是 我修学禅纳 要达到初禅 二禅 三禅 还是四禅 我才有可能能够升到 禁区天 如果想要证得出国 二国 三国 四国 我必须要先证得到 初禅 二禅 三禅 还是四禅 类似像这样子的问题 那会有这样的疑惑 这是 可以理解的 那一个修行的人 他 关心着自己的进度 他希望能够 获得 一种确立 一种确认 我现在 我的状况是如何 我 能不能够 得到 其他的人 对我的认可 我的修行 到底是要 达到什么样的一个成就 那个才是安全的 类似的问题 在我年轻的时候 是经常在探索着的 当我在 游心于 精脏 在阅读着 精脏 的时候 经常 在思考着 在研究着 在探索着 类似像这样子的问题 但是在成长的过程里面 我不断地 遭遇到 内同的一个经验 那个经验就是 我过去 我所认为 在学术上面 在专业上面 一个确定的一个东西 因为我认为是事实的东西 好比说 你需要达到出禅 你才能够 怎么怎么 你又要升到这个天 你必须要达到什么什么样的条件 类似像这样的这个信仰 他不断地在 学术的考究里面 被推翻 然后这种 你所信仰的东西 他被推翻 他当然是 造成了 无所 一事 这种 不知何去何从的感觉 然后在研究历史的过程里面 我也深刻地体会到 世间流传的资讯 宗教里面流传的传说 有多么大的程度 它是以而传而的 它是不可靠的 它是透过像群体的心理学 它是透过历史上面的一些偶发的因素 经常产生出那些令人难以 意料的改变 所以如果你的安全感要来自于这些传说里面的东西 那么你是岌岌可危的 你是没有办法 被一个牢靠的 我们靠的安全感所保护着 我们如果我们要安全感 在我们没有得到彻底解脱之前 安全感它来自于你的皈依 也就是说你的心智 它所寄托的地方 你是从什么样的地方获得 你的意义感 你的价值感 你的方向感 你平常的心是季期在什么样的活动 什么样的状况 就举一个例子来讲 如果你皈依的地方是 我要做一个好人 这样的一个信念 这种道德信念 它能够提供给你一个程度的勇气 它能够提供给你一个程度的成就感 但是它也有它的薄弱的地方 它有它的有限性 我们看到世间那些 很忠厚老实的人 或者是有非常高的道德操守的人 在真正的巨大的烦恼的推比之下 这些东西都变得不可靠 所以一个禅修的人 他思维的 其中的一个项目就是 什么是我的皈依依处 佛教里面通俗的 讲法 最普遍的讲法 就是所谓的三皈依 皈依佛法身 有意思的是 在最古老的经典里面是 没有三皈依依这个观念 到了主流的阿罕 到了主流 你可以开始出现了三皈依依的观念 但是我们差不多可以确实说 三皈依依的这种说法 它是佛教已经 很有可能是佛灭之后数百年 它变成了一个 非常庞大的有组织的 这样的一个宗教之后 它才出现了三皈依依的这种观念 意思并不是说三皈依依就 没有参考价值 它就不足以成为一个皈依处 我在这里要表达的不是说 三皈依依是对的 是错的 我只是说 一个深思熟虑的人 他会不断去检验 他的皈依依 能不能够再精益求精 你的皈依依 它决定了 你的力量 你的安全感 你的方向感 你的意义感 你的价值观 这个世间的人 他们所皈依的地方 局地来讲 某一种神 上帝 某一位佛 菩萨 某一个据说能够 带给你巨大的功德 的神庙的法门 他们所皈依的这些地方 如果是以解脱道的角度 来看待的的话 它都还只是一个 终界战而已 它只不过是一个符号 在指向真正的牢靠的皈依处 对于一个智慧不够明晰 的人而言 他必须要使用上帝 这样子的符号 去帮助他 理解到 他现在所在乎的 这个自我 是相对渺小的 还有超越自我的所在 可是当你使用的是上帝 这样的符号的时候 他也带着 许多的副作用 所以使用这样符号的人 他仍然是没有办法免除 狂热的宗教情绪 排他性的宗教情绪 迷信 接近死去 的行为 那么一个禅修者 他的皈依的地方 应该是什么呢 当然了 这是依人而异的 每个人 他当前的状况不一样 他懂得 从什么样的地方 汲取 他的养分 那个能力是不同的 有的人 他是 能够 直接的 去明白 这个跟解脱合策的 不死之心 有的人 他 必须要透过 像佛法身 这些意义像 这些价值代表的引导 但是一个禅修者呢 他应该可以很容易的 去帮助自己理解到 那个能够 趋向解脱的觉知 这个差不多是在我们的经验里面 最终可靠的东西 当然你若你已经 达到了无学位 达到了漏境 已经无依无靠 已经不需要再有任何的依靠 那么这根本就不是一个话题 而是在你仍然有所 依靠的需要 这个过程里面 大概在经验里面 最能够提供 牢靠的 温靠的安全感 就是那个 能够有引导 到解脱作用的觉知 我这边我特别讲到 能够引导到解脱的觉知 它不是普通的 一般人所讲的觉知 然后一些朋友都在问 这个不死之心跟外道 所讲的 有什么不一样 其中一个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佛法 它的不死之心 你对它的体验 它不是一种无忌的状态 无忌的意思 那个无忌 那个忌是忌的忌 很多的人呢 他在这种 恍恍惚惚 在这种 好像是与宇宙合一 在这种空空荡荡 空明觉 的这种状况当中 这种特殊的这种体验 他就感觉到他到家了 他不知道说 只要在意识之流里面 烦恼的因子仍然存在 那个爱 如果是没有穷尽 执着的因素 没有穷尽 那么类似的 这种神秘体验 它给我们的效果 是很有限的 它甚至有的时候 它的效果就像是 你大睡了一觉 你有深度的休息 但是它的作用是无忌的 也就是说 它没有办法具体的 改变你的影头 移除掉你的影头 它没有办法 让你把烦恼 彻底的转化 达到那个终究的 不会再被苦 所侵扰的 那个漏尽的状态 所以我们这边 所讲的那个觉知 它有一个关键的地方 就是它是有一种 导向解脱作用 若要换一个角度 讲的的话 这种觉知 它是 完全紧密的 跟正念 跟正知 是结合在一起的 所以当你越来越知道 如何采用 那个神力的 觉知的方法 当你越来越知道 如何就在当初 不用跑到遥远的地方 去用功 你在这个里面 进行的 仍然是四念珠 仍然是十六圣星 仍然是正念 正知正情 它所组合起来的 缠纳的作用 所以当你如此的贴近 觉知 不断地在明了 觉知它的质地的时候 你所获得的 不是只是一种 狂会 你说获得的 不是只是 一些宗教徒 他们的疾风 他们的神秘经验 你所获得的是一个 极为有用 极为有效率的 执行十六圣星的方法 执行四面珠的方法 这样的觉知 你可以 检验一下 为什么说 它是一个 牢靠的皈依处 我们来看一看 作为一个皈依处 它起码要能够提供给你以下的作用 当你在人生 遭遇到困苦 遭遇到难受 这样状况的时候 你的避风港是什么 如果你没有避风港 或者说 你的避风港是 不堪一击的 那么你在遇到困苦的时候 你会发现到 原来 宗教带给你的力量 是那么的有限 你是 那么容易的动荡不安 你所认为的那个避风港 实际上它是 风雨飘摇 你感觉自己像 这个破烂的一个 帆船小天 然后呢 作为一个避风港 它还必须要第二个特质 这第二个特质就是 它必须是离你很近的 为什么说要离你很近呢 当你真的遇到困难 在你生活里面遇到 动荡不安的时候 你没有力气跑得远的 什么是就在旁边 就在当处的 马上能够提供给你安全的 给你依靠的 让你 为了你自己 的健康在担心 为了你的家人的健康在担心 严重的健康的问题 那个时候你说 你要跑到远处去寻觅 佛菩萨的救度 那跟我们 距离那么样遥远 虚无缥缈的人物 就算 佛菩萨 他还活着 他不是这些 历史久远的历史人物 这样子的五蕴 的呈现 能够提供给你什么 你认为他们没有生病的问题吗 所以 回忆处的 其中一个重要特质 他必须是要 离你很近 在你危急的时候 你可以感觉得到 你马上 能够依靠他 你马上可以从这个当中 汲取你的力量 好 那当你遇到困难 当你遇到困顿 那你的人生感觉到是动荡不安的时候 如果你记得 有一个跟你一点都没有距离的 这样的觉知 然后 你看一看 这个觉知当中 有着这种困顿的经验 也就是说 这个不舒服的感觉 这些让你觉得难过 难受的情境 它发生在觉知当中 觉知 跟这个难过的情境 哪一个 是更真实的 如果 你是 唯一者 觉知 也就是说 你没有忘失掉 你的最根本处是觉知 而这些 呈现出来的 只是在觉知的 这个荧幕里面 他换生换现的 这个现象 你仔细去看一看这些现象的质地 它的本质 一个比喻的方式 就是你如同在看 雾一样 也就是说那个 露水 白雾 蓝气 等等的这些 的那个雾 那个雨字头的雾 这个雾呢 你从 遥远的地方 看它 它是那么的 浓郁的 它好像是一个 坚固的个体 盘踞在那个地方 一块 阻塞着 可是如果你 你没有迷失 你贴近的 看它 你会发现到 看起来那么浓郁的雾 它实际上是由 众多的 微小的 飘荡的 水滴 水珠 所组合的 在这个众多的 飘荡的 水珠 之间 多的是缝隙 它的缝隙 多到 你甚至可以讲 在这个雾当中 空间 是比水珠 要多得多的 所有的 眼前 我们遇到的困难 我们遇到的困境 它也是这个样子 它是充满了空隙的 它是充满了洞 充满了空间 这是什么意思呢 眼前 的这个困境 它之所以会变成困境 实际上它只不过是 觉知当中 所呈现出来的 处 像 可是它之所以会变成 困境的原因 是因为你在这个空隙当中 塞满了某一种意志 你是用某一种意志 去冲片了 这个物 的空间 平时 你所采用的意志 的方法 它不断地在冲片着 在填补着 它在弥漫着 你当下经验的氛围 你当下经验的气氛 所以 一个禅修者 他懂得如何在忙碌当中 他也经常的引界 从容的感觉 经常引界 闲暇的感觉 一个禅修者 他就连 在那个有各种的诱人 的影像 的环境里面 他也记得要经常的引界 那个知足 饱足 无欲 的感觉 让这些感觉 是弥漫在 气氛里面的 我们再做另外一个比喻 你晚上睡觉 做着一个噩梦 怪物在追着你跑 假设说 这样的一个噩梦 它维持了一分钟 如果 你在这个一分钟的时间 你有两次 你记得 引界幽默感 到当前的这个情景当中 像什么样幽默感 你忽然之间 你觉察到 你是在做梦 你忽然觉得很好玩 我怎么是一个 那么有想象力的人 我做梦 梦出来的这个怪物 是长得这样的 奇形怪状 当你起了这样一个念头 玩耳一笑 你会在这一分钟的噩梦里面 你起了一次这样的念头 起了两次这样的念头 那个噩梦 忽然之间 它变得不是噩梦 本来你是在看恐怖电影 它变成是一个 可能是笑剧 或者甚至是你在当中 梦停止了 你梦醒了 同样的 我们人生遭遇到的境界 也是如此 它是充满了缝隙 充满了空隙 你不要看它是死板一片 当你处在烦恼当中 那个烦恼 它会对你产生出来的一个作用 就是让你 困陷在一个非常狭隘的视野里面 所以你是钻牛角尖的 去放大 这里面特别会让你担忧 特别会让你恐惧 特别会让你饥渴 的那些像 那些特征 那些焦距 实际上 这些境遇 所有的经验的本质 它真的像是物一样的 它是充满空隙 你选择 用什么样的意志 去填补 去弥漫 或者是你选择 不以任何的意志 去填补弥漫 而是捐弃意志 而是无有所助 能够 皈依着 觉知 的人 他能够轻而易举的 在不同的境界当中 他不是 陷入到那个境界 而是以一个 不断在引领他 觉醒 不断在引领他 解脱出来 得那个觉知 来重新面对 来重新了解 眼前的境界 你说 皈依的佛 其实是你自己的 是那个随时随地 他都灵明不昧的觉知 随时随地 他都提供给你解脱 可能性的觉知 你需要跑到多远 你才能够依靠他 觉知 跟这个困陷着你的 情境 哪一个是更真切的 你如果 你的寄托 你的皈依 是世间的 这些故事情节 你去皈依在感情里面 皈依在 世间的荣华富贵 那种荣宠 别人对你的称赞 别人对你的看不起 等等的 这些情景当中 你一去靠他 你会发现到 他像雾水一样 他是由细小的 悬浮的水珠 所组成的 飘忽不定的 他是高度的欺骗性 他给你了这样一个影像 给你这样一个印象 但实际上 你真正去追究他 你会发现到 无所有 那这个里面 最有意义的 就只是 那些你不断在填补 缝隙 填补空间的 那些意志而已 活发 他是不断地在怀疑 在批评唯物论 我们从来就没有 直接的经验过物质 我们唯一经验过的是 意志 碰撞 现象 一某一种方式呈现 所有的这些呈现 他都带着意志碰撞的痕迹 所有的经验 他都是在 跟你的意志 在一种互动 那种跳探戈舞 的状况之下 他才变得有意义的 没有例外的 觉知的质地 他不是一个 能够被你执着的对象 所以当你去留意他 当你去贴近他 当你去探索他 他对你产生的作用就是 清醒吧 放下吧 无所依住吧 当你有了这样的一个 牢靠的皈依处 世间的困难 有什么地方是恐怖的呢 你可以随时随地的 对于你 最害怕的那些场景 那些人物 跟他们说 Come and sit by my side 来 坐到我的身边来 对你是没有敌视的 是没有歧视的 那你的质地 跟觉知的质地 跟梦的绝地 一点差异都没有 你如果你知道 如何的能够在 那个悬浮的露水 之间的空间 去冲遍 某一种意志 或者是停止 去用这样的方式 使用你的意志 那么悟是什么呢 什么样的困难的情境 会让你害怕呢 那个忙乱的 狂乱的 不断给你制造压力的 工作场合 你可以不断不断地 在这个雾气当中 冲遍着 从容 的意志 它有那么多的缝隙 你那个从容 那个不着急 那个不紧迫的意志 它有那么多的地方 可以留步 你说不喜欢做的事情 你说害怕的场景 如果它是 如此的冲遍 你那种 趋向缠纳的意志 有什么地方 你没有办法修行呢 当官自立 立他 自他俱立 精勤修学 我今出家 不渝不惑 有果有乐 你 感谢观看